各位同學大家好 來請坐 說好了 說好了 來請坐 怎麼了 老師你也不知道誰 老師生喔 來 各位同學大家午安 午安 我們看一下 今天有同學 為什麼有四個那麼多人 兩個去台灣 一個冰架一個開油輪 一個冰架一個都不會再回來了 如怡辰 怡辰 徐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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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是要申請在家的 徐家自學 你可能看不到他了 好啊 安靜 那我們的學生去 台北市交流 他們有學生來 下學期 他是男朋友 徐一天就變男朋友 以後男朋友 來教育 又是你教一個那個 超快的 就是假的 對啊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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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帶你們幾歲 我帶你們22歲 我22年前跟你們一樣大的時候 誰都會過啊 我們都會過啊 怎麼會覺得 你還買公司半軍嗎 老師你跟國安比你買公司 金門縣 你要是來金門縣 金門縣田徑記錄我 我吃了許願池 就不是許多威了 那也太可怕了吧 你應該想要用這個C的樣子 你應該想要吃了你 然後到終點的時候就玩這樣 你站到終點的時候 你就轉回去 然後對所有人 你們都把握啦 對所有人 真的喔 然後是英華的林鄭馨 不好意思 來快點快點喔 十六歲的時候誰要講完下這個東西 我們剛剛是沒聽到 我幫你買住東西 幫我買進 因為他好嗆 我買到15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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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什麼意思 你也知道嗎 很親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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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天啊 我一起來就可以拿 來 那個 同學上個禮拜 我們上個禮拜三 考一張考卷 說實在話 這個我反而就預期說 那張考卷 可能考出來的分數 不會太理想 不過改了考卷之後 實在令人傷心啊 那不是不太理想 有些同學考那個成績 你都會覺得 這考什麼東西啊 這是普通班 比普通班還差 那個沒有關係喔 那考卷我下一節課發 這個下一節課發 但是可能沒有時間檢討 因為我們還是以進度為主 那這個沒有關係喔 這個我想就慢慢檢討 這個禮拜三還是要考卷 唉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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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唷唉唷 唉唷唉唷 抱歷 下半生 你不要考 你就在下半生啊 禮拜三喔 數學 把上次的範圍喔 應該是還會再出一次齁 然後再加上那個 牛頓定理的部分 我們這個禮拜還暫時不考 差值多相識喔 這個禮拜如果把差值考進來 這個禮拜三 如果把差值考進來喔 這很多同學一定會更慘 所以這個禮拜 我們差值多相識 是暫時先不考 好那我們現在來解 我們先來複習一下 同學請問 高中數學差值都像是 其實差值剛剛是很多種 但高中數學只學兩種 牛頓跟 牛頓跟 牛頓 那我們先來複習一下 牛頓他怎麼做差值這個概念 我問一下同學 同學如果通過這三點 當然前提是這三個點怎麼樣 不貢獻對不對 我們稍微來複習一下牛頓的想法 同學 我們為什麼要學差值多項式 你回到最根本 因為你思考這個問題 學差值多項式其實到底 是想要讓同學去學什麼概念 差值多項式一起變得 學什麼東西呢 比如說 這裡有一個可能是位置的函數 它長這樣對不對 牛頓差值它的概念是怎麼樣 他說如果我在這個位置的函數上 找到一個A點 這個時候 同學只有一個點的話 他會用一個長數函數去通過它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 他會用一個長數函數 來模擬這個位置的函數 那我現在問一下同學 我用這個水平線來模擬這個曲線 你覺得模擬得好不好 當然不好 爛爆了對不對 這是很糟 可是牛頓說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只有一個點 這個你會覺得很爛 是理所當然的 我們現在怎麼樣呢 把點的數量把它增加 所以呢 現在譬如說他在這邊 發現說這裡可以找到另外一個點 叫做V點 那同學 如果有一個點的話 這個時候就會怎麼樣 變成一條 比如說這兩個點取得 不是在同一條水平線上 它會變成一個寫的直線 而且這上禮拜有講過嗎 所以這個時候 他做出來的這個牛頓的插組都像是 會是通過AV的一次函數 這個傾斜的直線 那當然同學 你會發現一件事 同學 這一條紅色的線 來模仿這個白色的曲線 你覺得有沒有再好一點 有 有 在哪個地方會好一點 在AV這個線段的中間 這個部分雖然還是有誤差 但是已經算是模仿的不錯對不對 好 那如果再增加一個點 如果再增加一個點 比如說這邊找一個C點 C點如果在這裡的話 同學三點的貢線 這個時候他會變成一個什麼 多一個點會變這樣 他再多一個點會怎樣 上上去 對 對 好 翻一下 如果他可能就變這樣 對不對 就可能變一個拋物線 所以同學 你應該很清楚一件事情 不管是牛頓或者Logrange 他們講這個X值多項是 其實他都在做什麼事情 他都是在做模仿 他都是在做模擬的動作 模擬一個位置的函數 那做模擬的背後的目的是要幹嘛 要估計啊 要做估計 你懂嗎 那為了使得估計的誤差變小 那你的模擬 這個念大學以後 你們會學 怎麼模擬 那個誤差才會小 那個是將來的事情 那高中心有基本觀念 好 那這個牛頓他的想法是這樣 來 來 誒 誒 這三點沒有貢獻 沒有貢獻對不對 好 三點不貢獻 所以這個FX 通過這三點的那個 牛頓差值都像是 他是幾次 應該是二次 那二次的話 或許我們可以這樣考慮 小學他通過133對不對 代表說這個多項是被誰來除 被X-13來除 是不是會有一個sum 這個sum叫做Qx 來請問余數是誰 就3啊 這不是余式定理嗎 F13等於3吧 他被X-13來除 他的余式是不是3 對吧 那現在同學我問你 他本質是二次多項次 請問這個Q是幾次 一次 一次嘛 那我把這個一次的這個sum 再來除以誰 譬如說事實上你可以選B或C 譬如說選B好了 來 這個時候我把這個sum Q of X Q of X 再來除以X-15 那你曉得一次除以一次 你的sum是一個常數對不對 所以他可以寫成A乘上X-15 那這個時候你的余式是一個常數叫做B 再加上3 好可以好 那現在如果你把它乘開 其實課本是這樣教的 你現在如果把它乘開 它會變什麼樣子呢 它會變成A乘上X-13 X怎麼樣-15 再加上加上B乘上什麼 X-13 再加上3 好 牛頓的想法應該是從這個常數向開始 我上個禮拜講你有在聽嗎 牛頓的想法應該是從常數向開始 然後一步一步去調整它的係數對不對 多了一個點之後 就加上這條限制線 再加上一個泡路線 慢慢的去模擬那個位置的函數 可是我們一般 一般在寫這個牛頓的差值的時候 同學我們會這樣寫對不對 就是簡單來講這三個點的X座標嘛 你認選兩個出來 對吧 比如說選S-13 S-15 那後面這個S-13 它其實是從這兩個裡面隨便選一個的 你懂我的意思嗎 同學這個東西喔 我們課本裡面有講 這個的好處是什麼 我們課本裡面講說 為什麼要選牛頓的差值都像是 它講最大的好處是什麼 極限模擬那個複形式 我們上次是不是有講說 如果一般來講 你要找一個二次函數通過這三個點 我們一般會怎麼假設 y 等於 a s 平方 加 bs 加 c 對不對 那三個點帶進去解 abc 有時候會比較麻煩 尤其是當你的次數如果更高的時候 可是你透過這個牛頓的差值都像是 你看你這樣寫喔 譬如說同學 你現在要算這個v 很簡單啊 你AK值代多少 13嗎 15 帶15嘛 帶15進去 這個v是不是就算出來 15帶進去會得到誰 7 那我如果想要算這個a 我的AK值代多少 16 16 16帶進去 a是不是就算出來 這樣子做可能會快一點 那我以前看過有些書本上 他把這個東西喔 他不講掉牛頓叉子多像是 他給他另外一個名稱 他給他另外一個名稱 不知道同學有沒有聽過 他把這樣子假設多像式的方法 稱為叫降階假測法 有沒有聽過 其實有些場頭真的有這個名字喔 降階假測法 降階假測法 好 來寫一下喔 你知道為什麼叫降階嗎 就像卡羅皮一樣 一階一階這樣子 就是往下的 他下面這一個是 跟前面的那個結構是有關係的 這個名稱其實也不太重要 而且你學這個要學他的精神 你懂嗎 學他的精神 不是只會算而已 高中數學的牛頓叉子其實沒什麼 然後我跟你講 考試會考的 如果你問學測要考叉子法 我個人覺得 Lagrange才是我們應該要注意的地方 那接下來我們要講 我們學他的精神啊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什麼叫Lagrange 分工合作 對分工合作 那我們 那我們三個好路 來 好上次有講過 這個影片都有放在網路上 所以以後有空 你可以忘記配文 想回覆的會刪掉 還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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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Lagrange 你們插子都像是給他三個贊 這個很有意思喔 同學你知道嗎 你們是什麼克剛 知道嗎 百克剛 是 你們叫做 103克剛 不是 本來就是103克剛 這個Lagrange 差點都像是 從99克剛開始 103克剛 都還有 然後什麼時候它會消失呢 107克剛 Lagrange會不見 但是 就不見 他們可能覺得 這個東西經過這些年的學習之後 可能發現這個東西 好像 不學也沒有關係 他們會用其他東西來取代它 但是 但是仔細聽喔 但是Lagrange 差點都像是 在學測裡面 從來都沒有考過 但是從來都沒有考過 不代表他不重要 說不定 這一兩年 或者就在你們考學測那一年 他就會考出完 說不定喔 因為只是要考一次嘛 好 那我們這邊 來 那個我問一下 人家如果要你用簡單的一兩句話 來說明一下 什麼叫 Lagrange 差點多像是 你會怎麼說 分工合作 分工合作可以 那是他的一個精神 那如果講的再更清楚一點可以嗎 同心協定 講更多 三個拋物線 其實講三個拋物線 差不多 有那個感覺 來 其實講Lagrange 它是這樣 用 來N個 用N個 用N個N-1次的多像是 多像是 哪個拋物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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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寫 用N個N-1次多像是的和 我的認知是這樣 來通過N個點 來通過N個點 如果你要我用一句話來講 什麼叫Lagrange X10多像是 我會這樣講 用N個N-1次的多像是的和 來通過N個點 就像剛才同學講的 如果三個N-1 哪個規矩他怎麼做 他用三個二次函數 就是用三個拋物線把它加起來 形成一個新的 應該是拋物線 但是以後其實你會發現 三個拋物線加起來一定是拋物線嗎 不一定 其實不一定 有時候他考題設計上 會動作 沒有錯 我跟你講這個就是之後 我們在慢慢討論這個問題的 一些細部的時候 要注意的事情 一般來講 三個二次函數加起來 通常是二次函數 但是你知道偶爾會有例外的情況 這個我們之後也會再談到 這個有沒有問題 先寫上去 用N個分解一次的多像式 來通過N個點 他的觀念就是分工合作 他的想法是什麼 我們以這個題目ADC 這三個點為例 我現在要找三個二次函數 在慢慢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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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線是彎的 這個線是彎的 什麼話也是有光 古摩 這是古摩 老師 你的線還在我這裡 什麼 線 我的線 你的琴帶還是他那個 你的 我的從第二線還在哪裏 他在哪裏 他在哪裏 你要不要來看一下 你就知道你的線是什麼線 我的線是什麼線 你的 你的名字線 你的名字線 你的名字 你這個名字 你這個名字 你這個名字線 你這個名字線 這個名字 OK 來這個同學你看一下 Lagrange的想法它其實是這樣 它是說我要找一個拋物線 同時通過這三個點 那同時通過這三個點的話 它怎麼說你知道嗎 它找三個二次函數 然後把這三個二次函數去做一個動作 這個動作叫做線性組合 你們有聽過嗎 線性組合的意思就是說 有些是你們到高二的向量比較會談到這個問題 A向量跟B向量對不對 比如說三倍的A向量加兩倍的B向量 我給你講這個叫Ninia Combination 叫線性組合 把A向量跟B向量 乘上一個長數倍之後去相加或相減 那現在這邊做的這個動作 其實就是做線性組合的動作 把PQR這三個二次函數 各自乘上一個長數之後把它加起來 把這三個加起來 會形成一個新的拋物線 然後這個拋物線它有什麼功能呢 它就會剛好通過這三個點 所以它是分工合作的想法 跟牛頓不一樣 牛頓是一個頂一個點來 它是一步一步來 好聽懂喔 循序漸進 那我會問同學喔 同學你知道這三個空空裡面要填什麼 A B C A點是不是十三三 我跟你講這邊叫填三 填它的外座標三 三倍 然後這個Q前面這個係數就填多少 7 然後這個就填多少 10 來你把它寫上去 370喔 8加9就是7C 就1087 就1087 7 來同學你看喔 這個其實你們應該會 因為上次我同學跟你們講過 同學這個我們講分工合作是什麼意思呢 同學我問你喔 這個A點是誰負責 一人負責一個嗎 同學A點是誰負責 P 所以當P of X 這個X如果帶13的時候 仔細看喔 P of 13 請問同學他應該要等於多少 應該要等於1 因為你13帶進去等於1 然後再乘你3 是不是就會得到我們這個3 對不對 那我們講分工合作的意思就是說 你13帶進去是1嘛 那如果這個Q 來我問你喔 Q 這個Q應該是負責哪一個點 第二個點 第二個點對不對 所以這個Q如果帶13的話 應該X帶13 應該等於多少 應該要0 因為你不能影響他 我不知道你能否體會他的精神 就是你不能影響其他人 他13帶進去的時候 他應該是0 聽聽懂那個意思嗎 那這個R of X 來 他X如果帶13 也是多少 0 也是0 所以同學一樣話不如 來我問你 這個P 他的X如果帶15 應該是多少 0 那這個Q 他的X如果帶15是多少 7 7嘛 這裡乘7倍 應該是多少 1對不對 好 那這個R of多少 15 這個是多少 0對不對 好 然後這裡這個P 這個X如果帶16 這個誰 0 Q of16 這個也是 0 0 好 56 應該能夠1 1對不對 為什麼等於1 為什麼等於1 剛才有講嗎 因為等於1之後 這裡是不是乘3倍 對不對 所以就變成這個3 這裡乘7倍 這裡乘10倍 好 那一般來講 我們在寫這個 老郭彥均的X多像是 我們會這樣寫 來這樣 然後他乘以多少 乘以3 再加上 好 這個東西會乘以多少 乘以7 再加上什麼東西 來乘以多少 乘以10 對不對 謝謝 謝謝 來 大家同學我們一起看 我再帶著你把它看一次 來 P of x 這個要講解 要想辦法把它設計成1 來我問你 15帶進去 你帶X帶15的時候 他會等多嗎 0 所以他已經有一次音式 叫做X減多長 -15 -15 -15 那他16帶進去是0 代表他有一次音式 叫做X減多長 17 16 16 對不對 好 可是他13帶進去要等於多少 1 對不對 那13帶進去要等於1 你看喔 13帶進去 這裡13-15 這裡13-16 如果你希望13帶進去 他會變成1的話 那你分母是不是要除以一模一樣 要一模一樣的東西 但是你把X換成多少 13 叫做13-15 然後這邊是13-16 你聽懂我們在講什麼東西嗎 Nagrange的X多相似 那像有些課本 不是課本 其實這個東西我是在參考書上看到的 有一些老師在教學這個地方的時候 請注意喔 他會側重於說 如果給你幾個點 你能不能很快的把它的X多相似寫出來 所以有些人會研發所謂的口訣 你們有沒有學過什麼口訣 1.1.3 我家人籤有小 我家人籤有小 這個口訣很多 我講其中一個好不好 我看過的口訣 這個太多太多 那其中一個我覺得還蠻有意思的 你知道他怎麼寫嗎 他說上面這個叫做X-X-別人 然後下面是什麼 AX-X-自己 對 剪什麼 別人 剪別人 這樣子口訣的難口訣 爛爛口訣 對 雖然他很爛 但是我覺得其實也還好啦 來 他的意思是什麼 來 給我們看一下 因為他是一個人負責一個部分 大家輪流當主角對不對 所以AX-X-別人 你知道別人這都是誰嗎 15-16是別人 因為我現在這個P是負責這個A點 所以這個VC這兩個點是別人 所以這邊就寫X-X-別人 那下面就寫什麼 自己剪別人 自己是誰 就是3 所以老學如果按照這個想法來寫的話 來 你知道 這個時候來 第二個誰當主角 15當主角對不對 來 所以X-X-別人 這時候這邊要寫X-X-多少 13 對 13 然後X-X-多少 16 除以自己剪別人 自己是誰 15喔 15-13 15-多少 16 可以齁 來 X-X-別人 所以現在輪到第三個點 所以X-X-別人這邊變X-X-多少 13 X-X-多少 15 15 好 自己剪別人 這就是 多少 16 -13 16 16 -多少 15 好 那麻煩你齁 這個東西齁 把它寫上去齁 應該要去看 褲子 欸 應該要去看 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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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其實同學 我用另外一個觀點 欸懂嗎 還記得 我用另外一個觀點齁 再講給同學聽齁 其實這一東西齁 所有想法都是一樣的 你畫一個蘇線出來齁 他有三個點齁 13 3 15 7 16 10 那好 我想想看 A點齁 好 13 13 3大概 好 抓一個大概 隨便 A點齁 這個叫13 3 然後 B點叫15 7 那我在這個蘇線上找一個點齁 叫做 15多少 0 然後C點叫做16 10 所以我在這邊找一個點齁 這不太準齁 沒問題 16 0 可以嗎 可以嗎 好 那LagrangeA型換是怎樣 我告訴你 這個Lagrange它的想法是說 我要找一個二次函數喔 它通過13 3這個點 然後又通過15 0 還有通過16 0 同學通過15 0跟16 0 來這個多項是怎麼假設 A乘上X已經多了 15 再乘上X已經多了 16 16 好 那這個拋物線大概會長這樣 我們預測它開口應該是朝上 對不對 可是同學你知道 開口朝上的拋物線喔 是受費控制 這個A的大小正負會影響它的開口方向 對不對 所以接下來就要做什麼事 你要去調整這個A 使得這個拋物線會通過哪個點 這個13 3這個點 就是你要去調整那個A 所以你畫出來的拋物線應該會這樣 這樣啊 代表是這樣 應該會這樣子 會是綠色的這一條 所以你知道怎麼算這個A嗎 要怎麼算這個A 很簡單 你把13 3怎麼樣 帶進去嘛 比如說你帶13的話 它會變成A 然後13帶進去喔 13減15 然後這裡是13減多少 16 來 會長的多少 3對不對 所以這個A 來 同學 這個A到底是誰 你就把它除過去嘛 它就是3 除以多少 13減15 13減多少 16 那個係數A是不是就長這樣 就這個東西喔 這個乘3就寫在這裡 我不知道你懂不懂那個意思 那個Lacrange的想法 你要懂它的精神 那有時候老師考試會怎麼考 考試你會考說給我3個點 還是給我4個點那麼狠 叫我寫出他的Lacrange 差值多相識嗎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學測也不可能這樣考 因為學測考的是單選多選跟填充題 他怎麼可能叫你寫這個東西呢 好 那個選題題不可能叫你這樣寫 所以考試會考什麼呢 來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認為 我認為